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大连的李淑英同修 与我们分享身患肺癌中晚期 多处转移扩散,并多次病危的李同修 在遇到心灵法门之后,绝处逢生 肿瘤神奇消失,创造医学奇迹 让我们掌声欢迎 雨过天晴 因为有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卢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台长 我是中国大连的一名普通信众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于2011年被查出了左肺癌中晚期 于2012年3月做了手术 2013年4月被诊断双肺中隔淋巴结广泛转移 食道气管已长满了肿瘤 血压三肌极高危 在住院期间,我三次病危 当时的我真是觉得晴天霹雳 眼泪如流水般不知流了多少 甚至有时有过轻生的念头 总觉得自己很委屈 平时只为别人付出 总为别人考虑 此生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为什么老天就让我得这个恶病呢 想不通,走投无路 不知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走出困境 我很无奈 想到还有八十岁的母亲需要我 我很痛苦 我多次大哭着跪在我家的佛台前 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能够救救我 2013年5月的一天 当时我还在住院 我的邻居 也就是我现在的同修 赵燕华来到我家 送给我了一本卢台长的白发活法 还有台长看图腾的视频 并告诉我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生 我当时真的非常高兴 因为我在二十年前 因为机缘巧合 请了一尊观音像和一尊财神像 每逢初一、十五 我都会上香拜佛 但是从来没有念经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的念经 2013年6月我出院了 由于放疗的原因 身体十分的虚弱 刚开始连念大悲咒的力气都没有 感觉特别的累 但我不知为什么 心里有一种感觉 一定要学心灵法门 感觉心灵法门太适合我了 后来我就慢慢的念经 看台长的白发活法的书 再往上看台长所有的法会的视频 由此更加深入了解了心灵法门 我知道了怎样做 才能改变自己 改变命运 看见视频中的台长 总有一种私诚相识的感觉 特别特别的亲切 和亲人一样 台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佛法 指点众人 消耗自己的神通 为大家看图腾 让大家感悟 以念经和许愿 放生的方法来消除众生的业障 使我们这些迷途的人 明事理 懂因果 我只后悔没有更早的学习 心灵法门 如果早一点知道 我就不会做错很多事情了 自从学了心灵法门后 我的心态由原来的不甘心 不理解 转变成了诚心的忏悔 记得有一天 我虔诚地跪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前 留着脸里忏悔着我的过去 我前世今生做错了许多事情 造成了现在的业障病 我错了 我诚心悔过 从那以后 我每天做功课 坚持念小房子 放生许愿 从三天一张小房子 到每天念上两到三张 奇迹真的出现了 有一天我做梦时 梦到了台长 台长对我说 一定要精进地好好修 同年七月 复查结果显示我的食道 气管肿瘤全部消失了 宗格淋巴上的 也明显缩小了 我当时喜极而泣 觉得自己重新活过来了 随着身体的不断恢复 我也增加了自己的功课 八月十 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大悲咒 心经 往生咒 欺佛灭罪真言 每天除了做自己本身 恶性病应该做的功课 再继续念小房子 每次烧完小房子 我都感觉身上像卸了包袱一样 轻松很多 特别神奇的是 八月末九月初的一天 我给观世音菩萨上香念经时 我突然感觉眼前一道金光 越来越亮 好像从门上出来一位 穿仙女衣服的人 越来越清楚 当时的我都不敢睁大眼睛看 生怕这场景没有了 只是只见这位菩萨的两手 像挥手一样 这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 像飘了起来 而且浑身发热 再后来菩萨慢慢的离去 当我坐下来看白化佛法书时 发现书中的观世音菩萨像 不就是我刚才看到的仙女吗 我高兴极了 觉得刚刚是菩萨现身来救我了 十月份 我又做了一次例行检查 所有指标全部合格 高血压症状也消失了 连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 今年马来西亚 今年马来西亚法会 卢台长慈悲收我为弟子 让我在佛光普照下 更好的修心学佛 做人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度己度人 我现在已经吃全素了 至今我已念了一千二百张小房子 感谢菩萨妈妈 没有放弃我这个罪孽深重 懒惰懒懈怯懈怠的孩子 还能如此加持我 我发愿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卢台长师父 给我足够的能量 能让我慈悲心多一点 忍悔心多一点 思念少一点 保佑我法喜充满 将来回到观世音菩萨的怀抱 我愿用我自己的余生 跟随卢台长师父 修心修行 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一定一门精进 好好修心灵法门 永不退转 感谢菩萨妈妈 感谢台长师父 因为有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我有救了 雨过天晴了 最后 祝师父身体安康 弘法顺利 永住人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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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